大家好,我們在鏡頭裡面看到了一個樹,五花果樹 這棵五花果樹是我們家的一棵十幾年的五花果樹 這棵五花果呢,它是土耳其的五花果 那麼土耳其品種的五花果 那麼在世界上,據說是土耳其的五花果是世界上最好的五花果 所以你看,這兒也有一個大的五花果 很大,也輸了 所以我們這個五花果,它是叫Black的五花果 實際上是Black,它講是Black和白的 那麼只有這兩種品種的五花果 那麼Black的呢,就是和白的實際上差別不大 只不過Black的含的糖分更高一些 而且它的口味比那個綠的要好一些 這就是五花果 那麼考古發現這個五花果,它可以追憶到一萬一千年 就是說一萬一千年以前呢,就已經有種植五花果的 這個五花果的樹,已經有種植 那麼五花果呢,這個確實是很古老的一種水果 實際上這個,在古印度 所以五花果的名字來源是在於古印度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樹是沒有花的 所以它結果,所以它就起了個名字叫五花果 所以說在印度裡有一種俗語 叫做五花果裡邊找花 意思就是說,就是白費勁,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說呢,他們就在印度語裡邊有這樣一種說法 那麼在,實際上這個早期的印度人呢 他們認為這個沒有,這是沒有花就接果的樹 那實際上它是一種錯誤的認為 因為這個五花果呢,它實際上是有花 只是這個花呢,它是分,它自己就有雌花和雄花 那麼這個雌花呢,是在底部 而雄花呢,是在外邊 那麼它每個五花果都有一個小的口 你們可以看,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小口 那麼這個小孔,那麼從這個小孔裡邊 它實際上是有兩個花 一個是雌花,一個是雄花 那麼它就是有一種叫果蜂 一種小,非常小的果蜂 它就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口裡,它就鑽進去 鑽進去以後呢,然後 然後到吃花那去 那麼這樣的話,它就實際上是幫助它受肥 那麼這樣的話,它就實際上是幫助它受肥 這樣的話,就讓這個五花果才能接果 所以說五花果實際上是有花的 只是古代的人錯誤地認為,它沒有花 那麼一般的五花果呢 它含有鈣、鐵、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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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十多種這個礦物質 而且它還富含一些這個氨基酸 所以對人類,對人特別好 那麼那個在新疆呢 我們他們稱為叫做掛在樹上的包子 湯包 它的這個非常甜 但是呢,這種甜呢 就不會說是像我們吃別的一樣 會產生一些別的疾病啊 所以它的這個甜是對人類有好處的糖 所以被列為是抗癌的一種非常有效的一種果實 所以說呢,很多的這個癌症患者呢 那麼吃這些五花果呢,都有所幫助 因為它有各種這種氨基酸和這種礦物質 那麼對癌症的控制呢,都有效 是五花果裡面找花 意思就是說,非常的珍貴 非常的罕見和珍貴 我想的話,我們就應該說 它是第二種意義 也就是說五花果是一種罕見的抗癌藥 抗癌的食品 非常健康和有機的食品 它非常的耐乾旱 你看,它不用澆多少水 它就會接很多的果 而且這個五花果的葉子 據說也可以做飯 做很多的這種食品來吃也很健康 所以說那個古印度還有一些中東這些地區 比較盛傳這個素 那麼五花果呢,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在這些地區就是在中東和中亞之帶和南歐這個地方 所以說也有很多的有關五花果的一些故事和傳說 那麼包括宗教方面的傳說 據說這個在基督教、印度教都有 甚至在佛教、佛教裡邊都有有關五花果的這種 由於這個五花果的這個果實呢 裡面除了花還有很多的細子 那這些細子呢 有的時候這個鳥吃了以後 然後它就會飛到很多地方去 甚至這個瓜啊、花啊 這個他們松鼠把它拉到地方 別的地方去吃的時候 剩下的一些細子 他們被沖到地以後 然後他們就會接觸一些五花果 你像我們這個地方 就有很多的五花果 那麼原來這個地方有很多的五花果 那一不小心就穿出來一個五花果 所以五花果很好種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我們後邊這個地方 你看 你看我們這個後邊這一塊 又長了五花果 所以很多五花果很容易種 但是它這個 你要澆水大了 它就長得快 澆水小了呢 它就長得慢 但是它非常的抗乾旱的一種果 一種果樹 所以說非常好種 非常好的一個果樹 五花果樹非常好種 你看看它一旦種好以後 然後每年都這個 接很多很多果實 但是如果你要是澆水不夠的話 它的果實就很小 就像一個澆一樣大 但是如果你要是澆水澆了很多很多的話 就是沖住了水分以後 它就會每個都接這麼大 就像我手裡拿的這麼大 所以說呢 澆水是很重要的 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有關五花果的視頻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擊屏幕右下方的連結 訂閱轉發點贊和收藏 謝謝大家